你知道就说这个家具 为什么我们今天说明代明代家具 大家就觉得世界家具的最高峰 其实难道宋朝没有家具吗 唐朝没有家具吗 有 但是是明代开始用这个硬木 什么黄花梨 这硬木他才能够保存的下来 对吗 可是我在我的朋友家里见到一个茶几 他说就是在日本看到的京都看到的样子 唐代 因为为什么唐代的家具很难留下来 因为用的就不是硬木 用的软木 软木你说这不得一千多年 还能留下 他说好好的就在日本的京都的寺庙里 所以你看他就能留得下来 回过去看过去的事情容易 但是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今天 我还以刚才这个城墙这个事情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讲的可能有误 但是大概的情况人家可以指出我 出租车司机告诉我 说当初为什么德胜门这一带的城墙要拆掉 为了修地铁 地铁二号线 所以当时没有人觉得修地铁 当然比拆城墙要重要 城墙你这个阻碍 这个是个旧的东西 地铁这北京代表北京可以进入现代化 最后一批老知识分子到那个德胜门外面去 24小时在进座守卫 后来周总理批了说这个城墙 德胜门现在还保留着 城墙就没了 你想想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回头看 很荒谬对不对 可是你看看不是北京 全国各地有多少地方 现在为了GDP 拆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 不天天在做吗 你跟日本经济也起飞高速发展那么多年 他没有需要拆掉什么吗 当然拆掉 但拆掉的过程中啊 这肯定得跟民众商量的 在我们看来这是个精神层面的东西 只有保留了这种比如建筑 比如说我们在京都那里 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唐朝的建筑 这个是我们从古代 他既是一个日本 那从中国当年派遣潜堂室嘛 那花了很多的钱派遣潜堂室 然后就是从那学来 然后后来促进我们整个文明发展的这么一个东西 如果不去保留他 那我们的精神肯定会有所散失 坚征和尚 对坚征和尚 对对 这也是我们的底线 那就是说保留传统 才能够走向现代化 那这是我们很 这我们在教室里 的问题是你觉得能这样做是因为历代的皇上 历代的这个天皇都有这样的想法呢 还是说民众的意见有一个制衡作用呢 那当然我也没有活在当时 所以我也不知道没有感受 但是我活在当下 然后就是回顾一些当年的历史 就是刚才你说客观标准 这种客观标准呢 日本人很少问为什么 其实就是人们说的常识 常识 过去 比如说 我觉得英国人也有这个常识 你拆个温莎宝 没有人认为 日本是学英国模式 君主立宪 我们是学法国模式 革命 革命的常识 就是要达到一切 重新来 但是你还别说 他这个片子还提供给我一个参照信息 有些时候 中国有中国的特殊历史 可是呢 也不外于世界的背景 所以这个东西 也是一个人们当时啊 有这个认识 今天连出租车司机都跟我说 要是北京 还有这城墙 城墙内 不准跑公交车 还走小贩 他在这世界一景 梁思成的设计啊 这就是梁思成的设计啊 当年就北京古城 它是个扁单型的 北京古城就这样了 你的行政区呢 在西边 另建一个新城 两边就像个扁单一样 连着 我觉得当年的设计 我跟你说 梁思成这个人身上表现出这小资战机 也不是小资战机 狂热性啊 我觉得这个一代知识分子啊 很有意思 他呀 一开始又又在夸 你知道吗 今天说的这个话 他说啊 咱们一建国 哎呀 这个为以他重任的规划北京啊 他那个时候还深深的感慨 他说西方的那些个国家 就像你讲的 老讲这个私有的房子 私有的地 所以对城市做不到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规划 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 我们可以在北京 真的要这个规划 对吧 最后发现呢 也不听他的规划 所以呢 他这个 而且最后被人一批二批 就批判他 老批判 批判之后呢 他出现一个现象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梁思成是以这个建筑学为命的人 但是后来连他女儿都觉得 我爸怎么现在变这么虚头巴脑呢 入党了 然后整天到全世界出访 参加活动 参加什么活动 好像也不谈学问 连他女儿都觉得 说爸爸变得太浮躁了 怎么整天搞这个事情 可是你知道 他后来啊 写了个诗 我觉得反映他当时的这个 他弄不清形势 你知道吗 他这个诗啊 叫什么呢 登山一马当先 岂敢冒充少年 只因恐怕落后 所以拼命向前 你就全在那里 时代新生 时代新生 可以相对应的就是朱光潜 朱光潜在50年代以后 你知道他著名美学家嘛 然后要赶上时代嘛 他就真的读马列 结果他德文好啊 一读马列啊 读出我们中央编译局 很多翻译的错误 很多的诸董 他们说不要你弄了 不要你弄了 我们有权威的版本 但朱光潜真心 你们看朱光 那个西方美学史 现在可以看到 他有很多改造世界观的前沿 真的 而且那个时候啊 喜感落后啊 对 那个时候人们是真心的 真心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的皇帝大有关系就是宋徽宗 其实从一开始 他就成立北宋就成立 画院的国家提倡 这个那家和画家地位 极高从皇帝本身就是 大内行皇帝就是大画家 所以你看这个 尚有好者 就成就了一个灿烂 对其实我也看到就是中国的很多的 皇帝也好甚至毛泽东也好 就是他计划思想家政治家 什么写诗的 什么都干然后就是这个时候 很多老百姓很多人的学者都 确定研究这个 甚至变成昙花一现的 你看你都观察到这点了 我觉得我们之所以很多人都读过 《红楼梦》读过《水浒传》也要感谢毛主席 对吧那有两个 在文科当中什么都不能读 有两个非常重要一个是鲁迅 就是因为毛主席欣赏我们都读了 这个打下非常好的根底 另外一个是《红楼梦》 而且当初的知识分子要是你有机会 为经上服务 你都很珍惜钱宗书那时候 你都干什么你知道吧 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 他去翻译的 今天回过来讲 哇你这个大学者啊 你就翻译这个 当初江青还为此还接见他 怎么翻译 钱宗书所以到后来就做这个事情 大家都觉得 还有你看毛主席喜欢游泳吧 中国的游泳就相对来说 游泳管就多一点 你足球管多 对不对毛主席要是喜欢踢足球的话呢 我们今天国足就好一点 对挺有意思 我刚才想了一下天皇 就是天皇喜欢什么 天皇喜欢散步 天皇喜欢公园 天皇喜欢什么 樱花 其实日本的老百姓是毫无关心 哎哎哎好好 日本老百姓还要有影响 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的领导 那我们的首相他喜欢什么 我们绝对不喜欢什么 我们绝对不能喜欢上领导喜欢 原因是因为 跟领导相换得太快了 跟领导相反调 对必须的这样 不能跟着领导走 我们就是说 我们把我们的资深领导 从古代寻找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曲江楼冠文明启示录 现在都可以 老的靠谱 靠谱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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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